廣州市民踹倒隔離牆 直見街道上擠滿人潮 高喊要解封 中国封控引起民怨 中国当局坚持动态清零 在广州当地层层把控 让民众怒火持续高涨 你们再不搞的话 我就把媒体打开了 广州升级防疫措施封锁 超过半个月 让民众叫苦连天 我也是20多年的党员 我指中国人受不了 严格的封控手段 外国人论出中国 取自英文run的谐音 已经成为中国网路上的热门话题 这些外国人受迫于政治经济问题 再加上中国的清零政策 持续加剧外国人的论潮 中共欧十大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贯彻动态 清零不动摇 许多外资和台资企业 看不到开放的契机 正在酝酿另一波出走高峰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高级研究员罗伯兹分析 这样的趋势会持续下去 尤其是更多西欧国家和美国人 将离开中国 这当然与中国政策脱不了关系 也与政治氛围转变有关 记住旅游时转的报导